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 针对美国加拿大 给予谎言和虚假信息 于3月22号 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 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 中方决定 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曼钦 副主席伯金斯 加拿大联邦众议员专门号 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 实施制裁 禁止上属人员 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 同上述人员交易 或同上述实体往来 同时此前中方对美方在社交问题上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人员的制裁 仍然有效 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7号 在推特账号发文 声称中国的制裁 是对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的攻击 而这些价值观是我们民主的核心 特鲁多说 我们将与议员们在一起 反对这些不可接受的行动 他还宣称 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国际伙伴 一起在世界各地捍卫人权 在特鲁多的表态推特下面 有网友并不认同他的表达 有网友说 制裁这个东西 只有我们实施的时候才是好的 也有网友表示 您有国际合作伙伴吗 总理先生 您的自负把他们吓跑了 还有网友写道 我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只有像加拿大这样的非穆斯林国家 才做出这番表态 除了美国和加拿大 外交部网站26号发布消息指出 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 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 自即日起 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 包括香港澳门 冻结其在华财产 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 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当地时间27号 会见了多位被中方制裁的反华议员 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 会和被制裁的议员们站在一起 这引来不少英国网友批评 有网友留言 你为什么不关照你自己国家的穆斯林呢 停止在中国以及中国香港搅浑水 把时间用在处理新冠疫情吧 在被英国首相召见后 前保守党党魁及右翼议员 伊恩·邓肯史密兹说 谢谢你鲍里斯 你表达了坚定支持被制裁的英国议员 以及其他公民的态度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还说自己不会就此沉默 而英国网友对他的回应是 是的 我们就知道你不会停止说谎 记住你对英国的弱势群体做过什么 你从他们那里剥夺了有效的福利系统